国际APP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泰国陆军总司令派拉玉 25号是经过了泰王普美鹏的同意之后呢 正式出任了泰国第29任的总理 究竟派拉玉的掌权呢 是否已经意味着整起泰国的政争事件就此打住 还是会另有变数 而派拉玉上台之后呢 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佛光大学 公共事务学习的副教授陈上茂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整起泰国的动荡 大概从去年10月开始 反政府示威不断 这个执政的盈拉是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处置 直到今年的5月20号 军方开始介入 派拉玉宣布戒严 他并在22号发动了政变 成立了这个和平与秩序委员会 就是NCPO为临时的执政团 并兼任其主席 经过三个月之后 正式成为了泰国的总理 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先帮我们回顾 这个整起事件 当初是不是赢拉就是走错了一步棋 搞得现在是全盘皆输呢 没错 其实如果我们看盈拉跟他哥哥塔克星 这两个人的过去的一个发展 我们发现其实都还蛮像的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塔克星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 他卖了他的股票给新加坡的弹马锡公司 然后后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那盈拉同样的 他是在2013年刚主持人提到 从10月份开始 那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提出了这个赦免法 其实当初的这个赦免法 我想他的利益良善 因为他最主要希望把泰国过去 不管是红山军或是黄山军的政治人物 过去因为一些政治纠纷 政争 然后被判刑入狱的 然后可以提供一个赦免的一个方式 那也是希望可以跨出和解的第一步 但是这个案子一提出来 其实我们就知道被这个反对派 把它给操作 也就是民主党的速贴 速贴他基本上就成立了 所谓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 然后呢就不断的发动 很多波的一些街头封锁的一个抗议行动 所以把整个 不管是政府的办公大楼 正常的运作完全瘫痪 那甚至也把曼谷的日常生活的秩序 把它整个打乱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尹拉他被迫解散国会 重新大选 可是呢 在2月2号的一个大选 又遭受到了一些的抵制 所以很多选区没办法选出来 没办法选出来 那当然这个大选的一个合法性 跟正当性就不断的受到质疑 所以后来的宪法法庭 也宣判了那一次的选举无效 所以第一次尹拉他第一波 他第一步做的就是说解散国会 重新大选 希望可以化解这个政治的纠纷 可是后来失败了 因为选举无效 选举无效 他们的抗议还是不断的持续 不断的持续的情况底下 发生的这个死亡的冲突越来越多 那一阵子我想 大家印象都蛮深刻 手榴弹乱丢啦 常常曼谷街头就出现爆炸的事件 所以尹拉他后来也被迫 采取了所谓的紧急状态 等于说为了要稳固 整个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紧急状态 那这个在同 在这个同时呢 其实我们发现 泰国的司法单位也开始出手 5月7号 泰国的法院宣判尹拉 因为人事调动案违宪下台 可是呢 后来发现违宪下台 虽然他下台 可是他的政府 他并没有要求他的政府 整个的瓦解 所以虽然说尹拉个人 跟其他几位阁员下台 但是这个政府还是可以运作下去 但是这样的一个运作 我想就已经是 非常的飘摇了 所以到了5月20号 军方就正式的宣布戒严 然后5月22号 这个帕拉玉就正式的 宣布发动政变 接管行政权 所以这个尹拉就是一个 推出错误的这个法案之后呢 对对对 我想他当初 他当初可能真的也是没有 没有思考太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在政治是一个新手 是 所以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特色法推出 他的一个后座力 杀伤力这么样的强大 反而伤到了他自己 问老师我们来看 您刚刚当然是提到 就是说因为这个 还有部分的阁员 在这个政府中运作 尽管尹拉下台之后 所以军方才最后出手 这个帕拉玉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才占了出来吗 还是说他有其他的原因 才拖了大半年 才这个出手 这样子要这个实施政变呢 其实如果我们先了解一下帕拉玉 帕拉玉他是大概2010年的时候 才接任了陆军总司令 那我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 其实泰国他 就是有民主党政府 镇压红山军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他就是算是幕后 去镇压红山军的一个主要的决策者 那他本人呢 就是一个极度的保皇派 所以他会做出一个军事政变的一个决定 其实我们当初基本上并不意外 并不意外的一个情况底下 为什么他会拖了这么久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军事政变对于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来说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军事政变当成 是最后解决冲突的一个手段 因为我们也知道 泰国军方在2006年发动政变 2010年又去镇压了红山军的群众 造成超过90名群众的上升 所以这两个事件之后 军方的形象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这一次呢 才会特别的小心 那但是就是一直到了最后 发现怎么透过司法 都没有办法把银拉政府 把它彻底的瓦解 所以他们最后才出手 那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曼谷的街头的一个秩序 已经产生很大很大的 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 还有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会拖了这么久 才介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老师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政变是最后解决 这个整起这个事件纠纷的 一个最后的方法 这次的政变 这个媒体上面是写说 是1932年以来军方第12次成功发动政变 那潘玉他就曾经说过 他掌权这个不会影响到国际关系 但事实上政变初期 各国的这个反应是相当负面 法国总统欧兰德就谴责 泰国的军事政变 并呼吁要立即的回归法制 但联合国还有其他国家 也都表示了关切 呼吁这个泰国可以紧速的恢复 文人政府并保障人民的群力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 他在23号那时候 5月23号的时候 就宣布要暂停向泰国提供 35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作为政变的惩罚性措施 另外还在评估 另外一笔700万美元的援助 老师到现在为止 整起的这个政争事件 发展到现在为止 泰皇都承认了 潘拉玉的合法性的话 您看未来国际间 还有其他的声音吗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 在泰国目前权力最大 除了泰皇以外 大概就是帕拉玉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说的 他们成立了和平秩序维持委员会 他担任主席 他现在又担任了总理 他同时还是陆军总司令 那根据报导 他又很可能会去兼任国防部长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行政权军事的 然后立法权也是 基本上也是在他控制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强人的执政 而且是透过 并不是透过民主程序上来的 一个强人执政的话 其实虽然他在国内 有他的一个合法性 但是我想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并没有办法很 很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 他一上台之后 不管是美国欧盟 都发表了很多很多的声明 除了表示谴责 也是希望他们可以 尽速的回复到文人执政 但是现在看起来 回复到文人执政 至少都是一年半以后的事 最快大概就是一年 从现在开始算起一年以后 明年的十月 他们预计举办大选 所以我想国际间 除了从政府的一个角度 来去表达对他们的一个不满之外 其实在最近我们也发现 在这个人权方面的一些国际组织 也纷纷表达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尤其是帕拉玉上台之后 他对于人权这方面的一些 并不是那么样的重视 比如说他任意的要求 不管是学者 政治人物到军政府去报道 报道完之后 可能就把他羁押 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 他可以有七天的一个羁押权 他就任意的一个羁押 甚至他们也去动用 所谓的藐视黄视法 这个在泰国比较才有的 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批评黄视 所以很多的一些政治反对的人士 就会被利用这一条法律 来去被军政府来去起诉 通常这种案件一起诉的罪行 都蛮严重的 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音乐家 他只不过在他的Facebook上 去发表一些批评黄视的言论 结果就被判刑了15年 所以他现在就是利用这种各种 各式各样的一些高压统治的手段 来去降低整个国内反对政变的一个声音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国际社会上面也开始注意到了 所以不管是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或是其他的人权组织 其实已经开始针对泰国军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残害人权的一个现象 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谴责声明 老师那我就要跳到后面可能要问 那很多人都说泰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代表说民主真的不适合泰国人民吗 我想民主其实我们都知道 泰国从1932年来立行的所谓的君主立宪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过程 一般都会认为说1992年开始就进入到所谓的民主了 可是呢 为什么会再进入到民主化的阶段之后 2006、2014还会两度发生了所谓的军事政变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思考 那当然从泰国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喊出了所谓的泰式民主 跟我们吃泰式料理一样 我们的民主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其实之前找在 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 都有所谓的亚洲民主亚洲价值 那我们也承认 当然民主不是只有这个欧美国家说的那一套才是民主 那亚洲国家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民主的一个尝试 可是我觉得对于有一些 我觉得民主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保持住 比如说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 一个宪政主义的精神 我们都必须要去支持 那这个我想这两点 是不管是欧美的民主还是亚洲的民主 它必须都是一个基本的核心 就算是在泰式民主里面 我们还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选举的结果没有人会去支持 这个军方一上来就把这个民选政府把它推翻掉 然后宪法也就终止 所以他们现在又重立了一个过渡的一个宪法 然后接着又要再另一个宪法 泰国有太多太多的宪法 那这背后当然就是说 我想这些民主政治精英 他们对于一些民主精神并不是那么的尊重 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拉回到帕拉玉 身上好了 老师刚刚其实听到就是说政变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帕拉玉 说应该他掌权之后 曼谷大学的一份民调居然显示 在满分十分的评比这个基础上面 对于这个NCPO在国家安全的角色上面 民众给予的是7.69分 然后拉哩拉扎这个平均起来 他的分数居然比前任的这个两任政府都还要高 老师这个是不是象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民众已经开始接受了这个军政府吗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 帕拉玉那时候这个出任总理的时候 就是说他立法院在推举他那个总理的时候 是一面倒的票数 对 这是不是也象征的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是实际掌握了整个权力 我想他实际掌握权力 这个是绝对肯定的 因为他有枪杆子出政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是绝对包括了行政 就像我们刚说 行政立法权基本上都是他的掌控 那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曼谷大学的一个民调 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仔细去看到 他民调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说 第一个他访问的是不是以曼谷民众为主 如果是以曼谷民众为主的话 我想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基本上就不意外 因为曼谷他是中产阶级为主 那本身就是比较保守 比较传统的一些政治势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支持黄山军军方为主的 所以我想访问曼谷民众的话 大概也有超过50%以上的民众 绝对会支持这一次的军事政变 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要观察的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提到 他在国家安全的角色方面 民众给他的是比较高的分数 因为他们就是军政府 军政府本来就是可以有效的去维持国家安全 再加上现在是在戒严的一个情况底下 国家安全自然不会有任何 不管从内部或是外部来看的话 国家安全都是受到很保障的 所以在这点上面 他的分数是很高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问的他是说 他在民主的维护方面 在人权的维护方面 我想这个分数应该就会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在看的话 不能只是看到说 他在某一方面的一个分数比较高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整体来看 就像您刚刚提到这个立法议会 一共191个结果投票 没有人敢投反对票 是啊 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候选人 只有他一个候选人 所以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军政府上台 并都没有做一些好的事情 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 他陆陆续续开始推出了一些 还不错的一些政策 譬如说 他们最近要做的就是 去改善机场的计程车 满天寒假 乱叫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对于 我想对于不管是观光客 对于泰国的民众来说 我想主持人应该也蛮常去泰国的 我们在曼谷南计程车 我第一次去就被骗了 全世界最神器的 大概他 下钱随他喊 然后不高兴 他就叫你下车不载你了 所以这个事情 他们军政府现在要介入了 还有前阵子他们去 一些海滩 我们如果有去海边度假都知道 海滩上面一堆滩贩 你躺在沙滩上面 一下是卖水果的 一下是按摩的 一下又是什么的 所以他们去军政府 他们开始从这种 民生的政策上面来去着手 就是希望可以扭转 一般民众对于军政府 比较不好的一些观感 所以我想他们也有开始注意到 所以也有开始在做一些的调整 文老师整起事件发展到现在 这个阶段 你算是告一段落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变数 我想到目前来说的话 应该是不太会有其他的变数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进程在走 第一阶段和解 第二阶段就是成立政府 议会 宪法 然后明年10月举行大选 那在军政府一把抓的一个情况底下 很多反对的声音基本上是出不来的 所以我想反对派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一些影响力 基本上并没有 所以像塔克星他也说 他之前过生日的时候 他也告诉他的一些支持群众说 大家现在按兵不动 我们先来看看军政府怎么做 反正这一年就给他做 一年之后我们再来选举 因为按照过去2006年政变下来2007年的选举 塔克星派还是照样大胜 所以我想他并不怕 他只是觉得说这一年 我就先暂时的休兵一年 明年的大选的时候 大家再来拼个输赢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说的话 泰国政治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变数 那唯一有可能大概就是 泰皇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最近又开始陆续传出来 泰皇的身体最近又不太好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帕拉玉上台之后 两度去接了这个泰皇的圣旨 第一个就是泰皇去任命他 担任NCPO的一个主席 第二次就是两天前去接圣旨 然后担任总理 这两次帕拉玉他接圣旨 都是对着泰皇的照片 并不是泰皇亲自颁售这个圣旨给他 这在过去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最近有学者他提出这个泰国是否变成一个 这个Virtual的一个虚拟的一个皇室 怎么都是对着照片来去接圣旨 所以这个部分上面我想 这个可能会是在未来去影响到泰国政局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观察到 到底这个变数他现在是否已经发生 还是说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老师除了这个泰皇的变数之外 我一定要再拉位这个我们刚刚最先提到的迎拉 迎拉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那个您刚刚也有提到他这个哥哥生日 他个行生日的时候 他居然出了国去参加了这个party 然后再回到这个泰国来 那很多人就其实那时候在猜测 他到底会不会流亡海外跟哥哥在一起 结果他居然回来了 这个就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到底他想葫芦里面到底卖了什么 在盘算些什么 也就是说他回来还要面对就是 这个速摊委员会的指控 那另外一个老师您看 他有东山在一起的机会吗 我想就迎拉个人来说 他之后再付出政坛的几率应该是不大的 他们当然到时候这个 因为至少现在委泰党还没有被解散 所以委泰党他还是可以找其他的人 来担任领导者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想迎拉他再付出政坛的几率应该是不大 那上一次他这个到出国去帮他哥哥庆生 其实这个大家那时候一直也在猜测 到底军政府跟迎拉他们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 怎么军政府居然会同意迎拉出国 那时候大家都想说他保护他 宽宽应该是要遭楼 就没想到还准时的回来了 那所以我想就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他已经很坦然的面对说 要回来去面对他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想他大概已经跟军政府 已经达成某初步的一个协议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案子应该不太会去影响到 就是说军政府应该不会把他关起来 我想军政府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一个和解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现阶段去把迎拉关起来的话 我想意义并不大 而且也有碍于这个和解的一个进程 那最坏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让他 到时候可能跟他哥哥一样流亡海外 如果之后被判刑的话 那可能就是看是用什么样的机会把他送出国 然后让塔克辛的家族的势力 基本上就不要再回到泰国来 我想这个是如果今天迎拉被判刑 有可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是现阶段看来的话 我想被判刑的几率应该是还不大 毕竟现在是一个和解的一个气氛 所以在和解的一个气氛之下 双方应该都会稍微把持住一下 老师您认为下一个可能要观察的重点在哪里 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泰皇 我想泰皇在泰国的政治来说 大家一直认为泰皇是一个很中立的政治角色 但是其实他一点都不中立 他不管是在1992年的时候 他积极地介入到两派的一个争争当中 然后到2006年2014年 很多人都说泰皇其实也是默许了一个军事政变 那现在就是我们刚提到泰皇的一个身体 那除了泰皇以外 大概还可以观察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高压 军政府目前这样的一种高压统治 是不是能够撑到明年10月的选举 因为我想泰国 比如说东北地方有很多 他们是一种很激进的一些异议人士 政治异议人士 以前是搞学生运动什么等等的 那这些人会不会起来去做一些反抗性的一些动作 所以这个我想也会是往后一个观察的一个角色 那至于反对派 我想在现阶段应该是没有太多的 有扮演任何角色的一个可能性 可以发展的空间 对 问如何呢 按照军方的规划的改革路线 第一阶段和解过程已经是完成了 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 就是由立法议会 推选总理组成过渡政府 预计是以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改革 那制定新的宪法 就跟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宪法合其多 那明年大概10月就会进入第三阶段 也就是恢复民主大选 但是呢 这其中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变数 我们就得拭目以待了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佛光大学 公共事务学系的副教授 陈少孟老师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